102 大公報 大公記者兩年三直擊污水入海 2015年7月22日中國新聞A18 大公報信 記者石華深圳報導 自2013年以來 本部記者就茅舟河、後海灣、深圳灣污染問題多次走訪調查 時至今日改善效果不明顯 相關部門也在更一回覆了瓶頸所在和部分解決辦法 2013年8月6日 本部記者就茅舟河污染問題嚴峻造料調查 在稿件中提到至河污必須沿岸各方聯手 近日 深圳市水務局相關負責人回應 茅舟河污染治理和水環境建設存在數大難題 因片區經濟社會發展迅速 人口不斷增加 產生的污水排放量大 加上流域外從污染企業和非法養殖多 河流污染負荷不斷加重 2013年11月1日 因後海灣排污連類香港水質變差 本部記者暗訪發現高端警官河發黑發臭 深圳市水務局的工作人員回應了治烏的臨時辦法 通過建設可移動的污水處理設施 盡可能就地處理周邊社區排放的污水 臨時設施處理後的水質 肯定沒辦法跟大型污水處理廠相比 但相比污水直排 還是能起到非常好的治烏效果 2015年7月9日 因前海灣日吞22萬噸污水 本部記者暗訪發現 在100米長的貴妙渠上 排污口多達7個 目前深圳灣水質仍然較差 部分區域部分時斷於泥布路 山發臭味 主要是沿岸污水直排和五條入灣河流水質差兩大原因 深圳市人居委介紹 一是沿岸污水直排問題嚴重 二是深圳河等五條入灣河流水質均裂於地表水 V 雷 六沿污染除河流進入深圳灣 V 雷 六沿岸污水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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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雷 六沿岸污水直排